第一章出轨在我怀疑周伯里出轨的第三年 他带着怀孕的小三登了门 他故作柔弱 逼我离婚不成反倒被我羞辱 于是他假装发病 在我家乱打乱砸 致使我不幸流产 流产后 婆婆却找上了门 要我替他做无罪正面 和周伯里结婚三年 我就怀疑他出轨了三年 他算是众人眼中的好老公 不吃喝嫖赌抽 也不经常与我争执 我受父母所迫嫁给了他 从恋爱到结婚 我们的日子一直平平淡淡 我从没体验过 什么叫轰轰烈烈的爱情 因此 我一直觉得 他只是嘴上说爱我 实际心早已另有所属 但既然已经嫁了人 就不能做月姐的事 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本分 和他安心被孕一年后 怀上了我们的孩子 因为工作原因 他时常需要出差 在我怀孕后 变得更加频繁了险 我的心一点点落下去 开始更加激烈地疑神疑鬼 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是不是看我怀孕了 就觉得我好欺负 和他的小三 共度蜜月去了 就在我怀孕四个月时 周伯里终于给了我一个结果 那时他正巧结束 一次出差回家 我一如既往 走到门口打开门 就看到门外站着的 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她为尸粉袋 那张脸 仍是明念逼人 看见我憔悴疲惫的模样 她微微垂下眼睛 随后却是用力挺了挺身子 我随着她的动作 目光落在她的小腹上 她身材鲜细 唯有小腹微微隆起 按常理来说 应当是怀了孕 她一直没有开口 于是我疑惑发问 请问 你找谁 那女人顺着我的目光 温柔地笑了 随即微微侧身 露出了身后的男人 正是周伯里无疑 还没等我提出质疑 她便柔柔开口 姐姐好 我叫谭一 我怀了伯里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 我还有什么不懂的 我气得几乎要站不住 不可置信地看向周伯里 你居然真的在外面找小三 我的怀疑果然没出错 小三连孩子都有了 她的肚子 看起来比我的月份还大 周伯里小心地扶着弹衣 走了进来 神探是从美 对我展露过的温柔耐心 我咬着唇 看向他们进门的背影 心中非常不适滋味 我知道 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袭 怕被邻里邻居看了笑话 于是在周伯里进门后 关上了门 然而由于心慌意乱 我意外地扭了门锁一下 导致防盗门并没关炎 谭一站在客厅正中央 半个身子都靠在周伯里身上 窃窃地看向我 对不起 陈柔姐姐 我和伯里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 直到今天 才让你知道我的存在 但你们只是父母之命 这种封建思想下 遭受摧残的人 你应该能够理解我吧 第一次见到 从这种角度 洗白自己的小三 我气得头脑发昏 看向了周伯里 这也是你的想法 周伯里上前一步 神色平静 对不起柔柔 但我想你应该明白 我并不爱你 我爱的一直是依依 我们离婚吧 我可以把我们婚后的 一半财产分给你 我真想上去给他两巴掌 既然不爱我 又为什么要说爱我 既然爱谭一 又为什么要娶我 第二章 伤害我冷眼看向他 我可以离婚 但周伯里你 也是成年人了 你应该为自己的选择 付出代价 无论是因为什么 既然选择娶了我 就要承担起 丈夫的责任 如果他做不到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周伯里面色沉重地 点了点头 我便继续道 离婚可以 但我们的婚后 共同财产一共就一台车 和六万六的存款 你得净身出户 周伯里犹豫了 似乎是在思考 谭一在他心里的价值 比不比得过十五万 谭一立刻娇笑着 挽上他的胳膊 伯里哥哥你答应吧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妈说 等我们结婚后 就给你买一台二十万的车 我还有十八万八的嫁妆 到时候 这些都是你的 原来这是 傍上了个小白富美 在故作犹豫 逼人家掏钱呢 谭一恶心 周伯里更恶心 我看着这对恶心的狗男女 哼笑一声 急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们买的房子 虽然钱 是从你妈卡里走的 但你知道 买这房子的钱 起码应该有我的一半对吧 这几天 我会去调取银行卡流水 要么你把一半房子折现给我 要么我折现给你 周伯里终于忍无可忍 冲我大吼 陈柔 我愿意净身出户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让步 你别再得寸进尺 挑战我的底线 怎么了 这就忍不了了 我走到周伯里面前 伸手指着他的鼻子 我还没说 要你公开承认 自己因出鬼离婚呢 你们不是相爱吗 那你就和他过一辈子 被人指指点点的生活吧 谭音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眼中满是泪水 对不起 陈柔姐姐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骂伯利哥哥了 要骂就骂我吧 我如他所愿 转向了他 以为我不会骂你是吧 一口一个哥哥姐姐 你当你今年十八岁呢 知道这男的结婚了 还和他在一起 说你贱都多余 谭音面色惨白 不停地颤抖着 周伯里怒吼我让我住口 一他有心理疾病 受不了刺激 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周伯里话音刚落 谭音就像顺应他的心思似的 止不住的尖叫 然后拿起了手边 一切可以拿起来的东西 到处打砸 我们的结婚照 情侣水杯 我给肚子里的孩子买的碗筷 统统被砸在地上 化作一堆刺人的碎片 周伯里试图抱住他 谭音却仍是疯了般 挥舞着拳脚 然后被周伯里 抱起到半空的他 一踢腿 狠狠地踹在了我的肚子上 腹部传来剧痛 我倒在地上蜷缩起身子 谭音此时终于不再发疯 而是色缩着 躲进了周伯里的怀中 头一次见到 能自由控制发病时间的疯病 真是让我开了眼 若不是此刻 我痛得快要归系 定要好好观察观察他 第三章流产 只见谭音面露金句 哪还有半分癫狂的模样 怎么办伯里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对吧 我只是心理疾病 周伯里脸色铁青 没有说话 我感觉到 身下一股热流涌出 紧接着谭音尖叫一声 他流血了 伯里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点 直到这时 周伯里才突然动作 他紧紧握住谭音的手 沉声道 闭嘴 现在和陈柔 离婚得赔他钱 如果他 我心中一片苍凉 已经明白了 周伯里的未尽之言 他这是要我去死 就一分钱都不用掏给我了 拜托 我的眼睛还没完全闭上 你们这么当着我的面说 这些不好吧 虽说 我痛得面部扭曲 但在余光贴件 扣在地上的手机那一刻 我还是止不住地笑了起来 给他开门之前 我正在打电话 没想到 竟因此救了自己一命 也阴差阳错地 捏住了周伯里的把柄 下一秒 我家虚掩着的防盗门 被从外面大力踹开 门板砸在墙上 发出滔天巨响 我的脑袋逐渐昏沉 模糊的视线中 只能瞥见 那是个熟悉的男人身形 好在 来得还不算晚 陈柔 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秒 我听到那人大喊我的名字 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病床旁边坐着一个高大的男人 手上正在削苹果 眯着眼睛仔细看看 他身边的盘子里 已经成了五个已经削好的苹果 果皮与果肉分离的沙沙声 不停钻进我的耳朵 我忍无可忍 终于开口 石月 你自己削的苹果 不吃完别走 石月手上动作一顿 那连成一条的完美果皮 就突然断裂 啪的一声 掉进了垃圾桶 他懊恼地把削皮刀和苹果 都放进盘子里 转头看向我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知不知道 今天你有多危险 昏迷之前的疼痛感 基本已经消失了 我抬手摸了摸小腹 那里已经变得平坦无比 突然之间我有些伤感 石月没好气地 在一旁说道 别摸了 已经被你那好老公 和他的小亲人搞没了 就算还在 那男人的肿 生下来我看着都来浅 石月仍旧是怒气冲冲的 我也自知理亏 如果今天 我没有恰好 再和他打电话 他就不会听到 我这边的一举一动 也不会上门救我 以周伯里的狼心狗肺程度来看 我真有可能被他们拖死 石月还在那里喋喋不休 说他当年就不应该出国 不然我也不可能被迫 嫁给我养父亲戚家的儿子 导致现在落得个一身伤病 还差点没了命 我被他念叨的头都大了 失血过多 本来就脑袋嗡嗡响 耳边还不断传来他的念精声 顿时我感觉眼前都快要冒星星了 于是我连忙打发 他去附近的餐馆 给我买饭回来 石月这才停止 念叨出了病房 我本以为这下子终于能安静一回 却没想到石月出门后没多久 我刚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病房的门便被突然打开 紧接着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 第四章哀求毫不夸张地说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寒毛都要站起来了 我还以为是谁太过悲伤 推着病人走错了病房 那吓人的哭声是家属传出来的 却没想到等我惊恐地睁开眼 就看到我继父的远房亲戚 周伯里的亲妈李星叔 站在我床边 表情哀气 活像我死了 再给我上坟 我强忍着想要抽搐的嘴角 抬眼看向李星叔 他立刻扑到了我床边 手上不停地拍打着自己 小柔 妈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爸 如果李星叔的手 不是高高扬起 又轻轻落下 那我说不定就真的信了 说是远房亲戚 其实这远房 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 基本上是只存在于祖谱道 但基本没见过面的关系 就连我的继父 也只在他小时候 和把我嫁给 他家那天见过几面 所以李星叔对我像来一般 看在勉强算小半个亲戚的份上 他没磕待我 但也提不上对我有多好 我和周伯里结婚后 也不常去他家走动 硬要说起来 我们根本算不上都没有感情 可是我现在有伤在身 不好直接和他呛声 万一引得他到处发疯受伤的 还是我 妈你说什么呢 地上梁 快起来 我轻飘飘地劝慰了他一句 他立刻就从地上爬起来 坐到了椅子上 只是手上还不停 假惺惺地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 见气氛烘托到位 李星叔就准备开口 提出他的来意了 小柔 妈知道你受了委屈 你放心 妈肯定给你撑腰 好好教训那个臭小子 我不知道周伯利敢没敢 告诉李星叔 他想让我死的念头 所以 这个时候 也不好撕破脸 所以 我只是笑了笑 对此不置可否 没关系的妈 伯利说 我们的婚姻并不自由 他既然想追求 他的真爱就去吧 我们分开就是了 这说的叫什么话 他不懂事 你可不要跟着他一起胡闹 李星叔皱着眉 要是他和那谭姨结了婚 这让我们家 以后还怎么见人 逢人便说 我儿子扶小三上位吗 李星叔的话 看似偏向我 实则处处在提醒 我不可以离婚 然而 我岂能如他所愿 无论如何 周伯利带小三上门 逼我离婚 都已经成了事实 我不可能和他 继续过下去了 李星叔见状 立马拉住了我的手 哎呦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真是没吃过生活的苦 男人吗 不都那样朝三暮四 以后你们的日子 还长着呢 忍这一下也没什么的 我的脸色 立马阴沉了下来 抽回手 你的意思 是我明知周伯利 在外面养小三 还要装作瞎子 甚至他带着 他的小三上 门踢掉了我的孩子 我还要笑脸相迎 继续忍气吞声地 和他过下去 我是他的老婆 不是他的奴隶 李星叔笑得一脸谄媚 小柔你消消气 身子还没养好呢 其实这也是妈 这次来想和你说的 你能不能不追究 他们的过失啊 第五章弟弟这一番话 再度让我如同五雷轰顶 我不可置信地问他 你说什么 李星叔却恍若未闻 仍旧自顾自抵倒 就是说 谭一踢了你 导致你流产这件事 你能不能不要追究 他的责任 为什么 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嘴唇在颤抖 是这样的 你看你这孩子也流掉了 妈是心疼你 你半年之内 肯定还是不能 再要孩子的比较好 李星叔一副 为我好的语气 说出来的话 却自自诛心 那谭一怀了 我们伯利的孩子 六个月后 怎么也生下来了 妈年纪大了 就想抱个孙子 说着 他似乎还 沉默地补充道 你放心 等他生了孩子后 就让伯利把他踹了 把孩子抱回咱们家养 以后这就是你的孩子 你以后 也可以生个自己的孩子 我从来没见过 有人能把厚颜无耻 演绎得如此极致 凭什么 你儿子带小三来 把我踢流产了 你不但不帮我 还要让我忍气吞声 给别人养孩子 我气得大叫 抓起一旁的枕头 就朝李星叔砸去 你也配当婆婆 那肩夫淫妇 一个都别想跑 你给我滚 别再来烦我 李星叔被我砸得后退 随后插着腰 站在原地骂我 给你几分脸面 你别不知好歹 你能进我周家门 都是祖坟冒青烟 你有什么资格挑剔我儿子 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又抽出自己脑袋下的枕头 向他砸去 你这黑心老太婆 给我滚 再不过我喊人了 好啊 你 真不愧是野种的孩子 目无尊长 连你婆婆都敢打 今天我就替你 那个早死的爹 教训教训你 眼见着李星叔 挽起袖子 就要冲过来 我刚想撑着身体 按床头的铃 就听到门口 传来一声大吼 给我住手 你在干什么 我绷直的脊背 立刻放松下来 是十月回来了 说来惭愧 十月似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 两次以这种方式出场 而每次都是为了救我 李星叔当然是 没有能斗过一个成年男人的底气的 他瞪圆了眼睛 看看十月又看看我 胸口气得不停起伏 最后他颤抖着 伸出手指指我 好啊 陈肉 你胆子不小 骂我儿子 骂得那么起劲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好东西呢 背着我儿子 在外面偷男人是吧 李星叔还想继续骂下去 然而 十月完全不给他机会 他把手上提着的饭菜 放到柜子上 几步走了过来 一米八几的身高 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李星叔被吓得指住了话头 不停后退 不会说话 就去看看脑子 或者耳鼻喉嗑 这里是妇产科住院部 你是怀了孕 还是留了产 十月完全不给他好脸色 加上身高威慑 直接吓走了李星叔 然而 他仍旧不死心 直到出门前一秒 还指着我们放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我这就告诉玻璃 你们偷情 我完全没有理他 十月则提着饭菜 一屁股坐到病床边缘 开始往桌子上摆餐盒 一边摆孩 一边念叨 陈柔 我这才走了十几分钟 你怎么又差点挨了揍 我敲了下他的额头 没好气地说到 没大没小的 叫姐 第六章监控室的 我和十月是姐弟关系 虽然只是同母异父 并非完全亲生 我两岁那年 生父去世 母亲带我改嫁 给现在的养父 不过一年 又生下了十月 然而我的户口 当时已经登记好了 改来改去很麻烦 所以我仍旧跟着生父姓陈 十月则跟着我的养父姓氏 虽然身上流的血脉 不完全相同 但我和十月的关系 出奇地好 和完全亲生的姐弟 也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在十月十六岁那年 就被养父送出了国读高中 一直到在国外读完大学 度了曾经才回国 我也在这期间 被迫嫁给了周伯玲 毕竟我从小到大的 吃穿住行 全都是养父涛的钱 我没有底气反抗她 而如果十月还在家中 她一定会大闹一通 替我回绝了这门轻声 十月打开饭菜的盒盖 毫不在意地怂怂肩 试试试 快吃饭吧 我亲爱的姐姐 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在十月的监视之下 我不得不把饭菜一扫而空 饭后我躺在床上摸着肚皮 突然一拍脑袋 就要从床上弹起来 还好十月及时按住了我 别跳了 你那伤还没好 命不想要了是不是 不是 我急忙摸到床边的手机 有个重要的事情 监控 我家里有监控 我和周伯理的房子里 除了卫生间外 各个房间多按了监控 所以 谭一把我踢的流产那段 也一定录了下来 甚至还能录到周伯理 准备对我见死不救 可是我们两个人的手机 都能登录查看监控录像 也能对录像进行保存或删除 只怕是这么久过去 周伯理早就把录像删掉了 果然 录像被删得干干净净 我并没找到我想要的那段 然而 这是我手里一空 十月抽走了我的手机 只见他在我手机屏幕上点了几下 接着又把手机塞进我手里 屏幕上播放的 正是谭一进门后的场景 视频长达三十分钟 一定也是录到了 他们犯罪那一段的 我万分惊喜看向十月 你小子这书真没白读啊 连被删除的视频 你都能搞出来 十月无语地看着我 麻烦你搞清楚 我只是上了的大学 不是出国当黑客去了 删除的视频 我从哪弄 这是送你来医院的路上 趁着那信州的没删掉之前 我用你手机保存下来的 原来如此 我再度自闭 已经不敢再问 他是怎么解锁我手机的了 如果我问了 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他 怎么回答我 就你那手机密码 也太好猜了 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 妈的生日 结婚纪念日 我都没被强制锁定 就解开锁了 没想到我不问十月 却非要自己说出来 还好你的手机 没被坏人捡去 你这警惕性太低了 还有待加强啊 我默默地翻了个身 用另一个枕头 压住了耳朵 第七章 养父在医院 住了没几天 我就出院了 在我的勒令之下 十月一脸怨气地 从冰箱里 取出了那几个 削好的苹果 一并带上 走到楼下时 他要我在这里等一会 自己拎着苹果 去开车了 我刚站在原地一分钟 就听到一个声音 在我前方响起 陈柔 我抬头一看 正是多日未见的周伯理 他满脸怒气冲冲地 朝我走来 粗暴地拉着我的胳膊 把我甩到了一边 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吗 这几天 和你那肩父在医院过得怎么样 他竟然没嫌弃你 真是死心塌地 你给我滚 你哪来的立场质问我 我说着狠狠推了他一把 他一下子没站稳在台阶上 摔了个屁股蹲 自觉没面子爬起来后 就要朝我脸打来 眼见着我就要躲避不开 就在这时 一串震天的汽车喇叭声 从周伯理身后传来 他被吓得放下了手 神色不渝地看向那辆车 然而下一秒 就见到一个淡黄色圆球状物体 从车窗中飞出来 直接砸中了周伯理的脑袋 他再一次摔在了台阶上 不好意思啊 哥们 手滑了 石月从车窗探出头 吹了个口哨 接着看向我 陈柔你愣着干什么 快上车 等会要罚款了 我坐在了副驾驶上 紧接着 一个口袋 就被石月扔到我手里 我打开口袋一看 里面是几个淡黄色圆球状物体 摸在手里 还冰冰凉凉的 好极了 冷冻苹果 石月猛地一打方向盘 接着踩下油门 留给周伯理的 就只剩下一脸的汽车尾气 唉 要不是时间紧迫 我真想再砸他两次 让他知道我这么多年的飞镖 可不是白练的 石月遗憾叹气 从后视镜里 看到周伯理愤怒叫骂时 又笑得不行 你悠着点吧 我无奈到 万一把他砸出个脑震荡 我们还得给他赔钱 汽车飞驰而去 石月应着我的要求 带我回了我们父母家 不过很不巧的是 我母亲并不在家 迎接我们的 只有我那黑着脸的养父 他无视了石月 见了我就勃然大怒 你真是胆子大了 人家都和我说了 你居然敢出轨 养父的话还没说完 石月就眼疾手快 从口袋里掏了个冰冻苹果 塞进了他嘴里 脸上还笑眯眯的 来吧 你先吃个苹果 降温消消气 养父被苹果冰得 呲牙咧嘴 差点追着石月 满院子打 等到他的怒火 终于平息下来后 我才看向他正色开口 爸 出轨的是周伯理 他还带着小三 剃掉了我的孩子 我把那段视频截取了最重要的几分钟 放给养父看 他看完了 才略微舒展了眉头 但语气仍旧是紧绷的 你婆婆和我说 一直和一个男人待在一起 这又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里 石月又往养父嘴里塞了个苹果 爸呀 那歹毒的老太太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吗 他家人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姐住院了 也不知道去照顾 那是我在医院陪护的时候 被她撞见了 第八章上门养父 这才点了点头 石月悄悄朝我头来一个鼓励的眼神 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 平息一下内心的不安之后 才缓缓开口 我将李星书和我说的话 转述给了养父 还提到了周伯理想让我死 最后犹豫着说出了我想离婚 问他可不可以 说出这些之后 我仍旧有些忐忑不安 却没想到养父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这种问题 你也问我 当然要离婚了 不离婚 难道等着被他家害死吗 我见状松了口气 石月也欢呼一声 然后喜气洋洋地把他那紧剩的两个苹果 塞进了养父怀里 来 爸你别闲着 多吃点吧 养父把那桩苹果的口袋丢在了茶几上 他看着我们两个的表情 过了很久才恍然大悟 你们不会以为我要逼小柔回去继续过日子吧 我们俩都没接话 但石月一脸难道不是吗的表情 已经完全出卖了他的内心 虽然我不是小柔的亲生父亲 但这么多年也是有感情的 不然我直接饿死他就好了 养到这么大 做什么 养父叹了口气 无奈开口 当初那周家确实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小柔又迟迟没有对象 我才要他嫁给那小子 但没想到那小子不但不是良配 还有那种阴毒的心思 这么多年以来 我第一次听到养父亲口说他 对我有感情 我曾经还一直以为他非常讨厌我 毕竟他对我一直都是淡淡的模样 从来没有像对石月这么亲近 却没想到他只是大男子主义太过旺盛 直接替我做了主 把我嫁了出去 在他们这些老一辈人的观念里 不考虑孩子的想法也成了定势 加之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我想我实在是没有立场去责备 甚至仇恨他 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 我会给你找几个靠谱的律师 后续你亲自去和他们谈 让他们替你打离婚官司 还有那女人伤害你 致使你流产的案件 我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爸 这件事可能不太容易 周伯里带着谭医上门的时候 曾经说过他有心理疾病 想要判他的罪可能没那么容易 养父吃笑一声 满不在乎 那得看他到底是什么病了 是个人去做心理测试 都能测出点病来 真正能免刑的他也装不出来 养父做事效率很高 坐着的这十几分钟间 已经向我推了那几个律师的联系方式 我本以为这件事从此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在法庭上的角逐了 却没想到 正当我们想上楼回房间休息时 门铃声骤然响起 十月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 嘴里喊着是不是妈回来了 欢快地跑到门口开了门 然后就和一张阴沉着的老脸面面相去 他仍旧是面带微笑的 只不过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随后转向我们 不好意思啊 开门开猛了 看见脏东西了 第九章丑闻 挨不住李星叔在外面疯狂拍门 最后 我们还是把他们迎了进来 李星叔一进门就插着个腰 嚷嚷了起来 好啊你 你们居然都把这肩负迎到家里来了 这是要往死里欺负我们家啊 周伯黎也是眼睛血红 直直盯着我们一家人 看上去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打十月 看得出来 碍于我养父还在场 十月忍了又忍 才没把这两个糟心的玩意打一顿 你俩有毛病吧 自己家风不正 就看别人也是这样 你以为谁都像你们一样 天天偷情 我养父皱着眉 声如红中 这是我儿子十月 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想说我的两个孩子网顾人伦吗 李星叔和周伯黎立刻傻了眼 毕竟十月从未成年开始就出了国 直到最近才刚从国外回来 我们两家又很少走动 他们没见过十月也是正常 他们仍旧站在门口悬棺处 没有要往里面走的意思 李星叔能屈能伸 立刻换上了一副笑模样 那个 是我们误会小柔了 真是不好意思了呀 但我们这次来 是有件事 想同亲家你们商量 说着 他们推开了身后虚掩着的门 我们这才发现 门外还站着一个人 这人还能有谁 当然是谭一 我即刻对他们怒目而视 刚想站起来怒斥 我养父却抓住了我的胳膊 示意我坐下 稍安勿躁 李星叔见我们反应不大 脸上的笑容更深 搓了搓手 带着身后那对狗男女 走到我们对面 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 那个 亲家 我们好歹也算是半个亲戚 小柔嫁到我们家 也是亲上加亲了 李星叔开始铺垫 我知道 我们薄里这事 做得确实不对 但亲家 你也是男人 应该多少能够理解吧 我养父淡淡瞥了他一眼 不是所有男人 都像你家这小子一样 道德败坏 还要给自己安个冠冕堂皇的名头 李星叔脸上立马不满尴尬 不过 他又很快调整过来 谄媚地笑着弯腰倒了杯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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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老太婆目光短浅 惹了你们不快 不过 大家是实打实的一家人 闹得太难看 总归不太好 亲家你说是不是 所以 你想说什么 我养父慢条思理地问道 李星叔还以为这事情有指望 急吼吼地开口道 其实也不难 我只是想让小柔 别把伯利出轨 和小谭贴了他的事情说出去 不然 以后伯利在亲戚面前 也不好做人 还有呢 大概是我父亲的态度 给了他希望 李星叔和那两人对视一眼 大喜过望 这件事啊 对你们小柔也有好处 小谭生下孩子后 可以把孩子给咱家 以小柔孩子的名头抚养 只要让小谭常来看看 他就行 我养父冷笑了两声 拿起手机摆弄起来 就这些吗 李星叔忙不迭地点头 周伯利也在那里表忠心 爸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对小柔好 我养父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 与此同时 所有人的手机 都响起了消息提示音 第十章 命运大家不约而同地 打开手机一看 却发现 是我养父家族 那个百人大群来的消息 养父在里面发了一段 三分钟的视频 视频的拍摄角度 是我家客厅监控 内容正是刚才 李星叔的逆天发言 你不是怕丢人吗 没关系 我帮你做好决定了 我养父面无表情 撤回 快撤回 谭一似乎又要封病 发作尖叫 但还是不忘捂着肚子 大家这才想起来 两分钟内 消息还可以撤回 周伯利眼睛一亮 就要扑上来抢手机 然而 十月的动作 却更快 一把夺走手机 跑到了楼上 我追着十月 拦在楼梯口 回头一看 我养父正在淡定喝茶 完全无视 李星叔的力声咒骂 周伯利也刚刚起身 向这里跑来 而动作更快的 反而是怀着韵的弹音 他扑通一下 跪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 姐姐 求求你 不要这么对我 然而他的话 还没说完 周伯利就已经赶到了 他急得要命 通往楼梯的路上 接连是跪着的弹一 和站着的我 于是他想都没想 一边怒和妈的 别挡路 一边直接踢开了弹一 弹一尖叫一声 被他踢到了楼梯边缘 脑袋刚好刻在楼梯上 当即晕死了过去 周伯利却根本没有在意 他小情人的死活 眼见着两分钟 差不多就要过了 十月随便躲个房间锁上门 完全应付得了 于是我往旁边一避 周伯利便登登登地上楼了 谭医生死未卜 我也怕惹上麻烦 于是给他拨打了急救电话 周伯利当然没能撤回消息 确切地说 他根本打不过十月 反而被十月打了一顿 灰溜溜地下了楼 然而 楼下迎接他的 却是李星叔的哭天枪地 造孽啊 这是老天要枉我啊 他跪坐在昏迷的谭医生旁 谭医生下 已经流出一滩鲜血 想必这孩子 是怎么也保不住了 周伯利这才慌了神 求助似的看向我 我则冲他摇了摇手机 放心 我比你有良心 急救电话已经打了 我停顿了一下 又笑着开口 哦对 报警电话也打了 不用客气 都是差不多的罪名 以后你们俩还能有个照应 周伯利还想发作 却被从楼上下来的十月 按在了地上 医护人员和警察 很快到场 分别带走了我们这群人 我养父提供了家里的全程监控录像 我也顺便提供了当初谈一题我的那段录像 我们又分别做了个笔录后 就被放了出来 出来之后 我们还看到了他在警察局门口哭的理性书 好在他没有发现我们 回家之后 我将能和律师说的都告诉了他们 然后便是静待开庭时间 我养父推荐的律师果然十分靠谱 成功地让周伯利净身出户 并且根据银行卡掉出的流水 那套房子也要分我一半 而在医院苏醒的谈医经过检查 也根本没有什么心理或者精神疾病 发疯完全是他自己装出来的 当然也无法免刑 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自然不依不容 死也要拖一个人下水 任凭李星书怎么去他那里疯狂地闹 也不对周伯利撤诉 经此一事 李星书一家彻底被从族谱上出了名 从此以后再与我家无关 我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婚后财产 以及谈医因为伤害我 依法赔偿给我的钱 又住回了家里 我一打开久别的房间门 就见到正中央的桌子上 整整齐齐地摆着五颗削好的苹果 我气得鹅脚直跳 一把关上门 深吸一口气大吼 十月 至少女友 爹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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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